股价的变化不脱离产业发展 所以我们就从产业当中来看一下 这个礼拜的一些多空讯息 首先来看到的就是在晶片的部分 晶片半导体一直都是重中之重 那这个英特尔的CEO就说了 整个晶片慌晶片紧张的程度 至少会维持到2023年末 今年是2022 那要到明年而且末是指年底的意思 那如果这个好光景还能够持续一到两年 那为什么最近整个晶片 甚至半导体的股价来讲 似乎没有办法强力的发酵呢 好的那因为简单来说 就是照2023年几乎像台积电 年电利基电这些产能都满载 那虽然产能满载 你可能要再扩厂 要等一段时间以台积电来讲 然后可能要到明年才有更大的一个新的产能 那这段期间没有新的产能出现 那当然也是以价格马首四瞻 那像年电说它调了5% 那外资不满意就开始把它往下躺 所以说这个工期之间 你就是要看未来他们的一个产品 平均售价ASP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方向 那我想英特尔这个基辛格 他的执行长常常在美国这个认为 挑战台积电要盖好几分厂 而且他现在积极在布局 就是要花了好几十亿的美金 要做一个所谓的经营代工的一个新的平台 但是以台积电这种做了三十几年的 要建立这个平台不是他一年两年 或者说三年五年可以把它这个做成的 所以台积电这种领先优势 还是持续会进行 那以这个英特尔来讲的话 他在这边来讲 因为他的一个技术落后于台积电 所以说那这个台积电扶持出来的AMD 超微就已经把它打趴了 那市占率越来越高 而且现在全球来讲的话 因为台积电的技术领先 只要跟台积电合伙来讲的话 再从一个产业 他的一个运作的效能比较高 会几败其他的一个对手 所以说以目前整体的一个格局来看的话 基本面是都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他的一个爆发性 成长性来讲相对比较低 那当然台积电是很重要 尤其以台积电来讲的话 这世界级的 已经进入了我们全球十大市值的 一个公司的 那这种是外资最喜欢的 那未来台股的一个龙窟 还是看外资的态度以及国际的资金 是不是能把台积电 持续往这个更高的一个股价去做前进 不过所有的产业的确都面临到通膨 也就是物价上涨成本上升的压力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像半导体这样转价出去 那他们的业获利就会被压缩 那现在在整个航运的成本来讲 当然也是各个产业比较头大的问题 因为你看到最近在BDI这指数 经过了先前的压回震荡整理之后 最近又开始在反弹了 看到了BDI的指数大涨 不管是期货运价都是同步上升 那最主要一方面来自于巴西的雨季结束 所以供货开始恢复了正常 再加上大陆的冬奥即将要迈入尾声了 那是不是他们整个在供需的运作当中 可能会重启正常的生产 所以带动了BDI的指数上涨 那这对于航运股 还有对于非航运股来讲 当然心情就很不一样 对基本上来讲 当然BDI指数在年前来讲 其实它的指数是有回测一个蛮大的幅度 主要是因为冬奥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减产嘛 然后在整个巴西的话又遇到暴雨 所以影响了一些钢铁的一个产能 那当然造成这个运输量就下降嘛 所以运费呢也跟着往下去做个调降的一个情况 但是未来来讲话 中国慢慢慢慢陆续恢复产能 或者说各国的一个基础建设来讲话 其实这个钢铁的需求 铁矿砂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强 所以原则上来讲话 接下来第二季甚至到第三季 它会进入旺季的情况下呢 这个BDI指数我是认为说 是能够维持一定的一个价格 那运价来讲话 当然就会维持一定的价格 当然这个情况来讲 对于一些 目前受到塞港啊 或者说运费调升而影响的一些产品来讲 当然会有影响 不过我倒是认为说 这个状况在今年可能不会像去年那么拥挤 其实说真的 现阶段以前是受到塞港问题 是因为疫情嘛 造成很多工人停工 所以说这个码头的一个运量会受到影响 但是接下来其实会慢慢的疏减 我认为今年不会像明年 应该说不会像去年那样 但是原则上还是很满 所以我倒是认为这里面就提供了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 例如说像货柜航运 或者说像一些散装航运来讲话 今年的营收跟获利或许它不会像去年 可能不会赚那么多了 但是我认为他们不会掉到哪里去 营收跟获利不会掉到哪里去 那股价在低位阶的情况下 其实投资朋友可以好好的去寻找 是不是有一个额外的一个投资的机会 好我们看到不只是BDI开始呈现了触底反弹 甚至现在在整个钢铁原物料当中 经苦年开盘以来也传来一些涨价的声浪 您看到了孽价创下了10年半来的新高 铝价也飙上了14年来的新高 所以科斯尔第一个帮我们看一下原因 第二个国内的钢铁大厂 谁的获利是因此水涨船高的 好的那我想这个为什么铝会创新高 可能听说跟冬奥有关系 就限制铝的一个产量 有一些是说整体来讲大陆的疫情比较严重 很多都封城 所以说整个大陆是铝的大国 所以说这里来讲就往下走 但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因为现在万物皆涨 只有薪水不涨 因为你看民生的 那货运的 石油 所以反映出来的一个成本 他当然是一定会把所有的一个东西都一直 这个往上涨 Anyway来讲的话 他如果有能力去调升他的一个 所谓的盐物料的一个价格 表示这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还是蛮高的 那我想这个以铝来看的话就创14年的一个新高 那事实上我们台湾跟铝相关的个股不多 那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大陈钢 2027的一个大陈钢 那在美国有一个铝的一个厂 那另外来讲他的一个子公司大国钢来讲的话 就是负责这些通路的一个销售 我想不多 那另外像这个延芯 这里来讲的话可能大家比较不熟的一个产业 所以说台湾铝的一个布局比较少 那反而是不锈钢的比较多 那因为不锈钢 我们这个冷压热压 从这个高乳炼钢来讲 就是中钢这个体系下来很多钢筋 钢筋钢条钢板 这个盘源这些很多的一个产业 但是这个不锈钢走另外一个趋势 他的一个上游来讲 包括像夜莲 这些是那个上柜的一个公司 那包括像唐龙 这些来讲的话比较 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游 那下游来讲就很多 很多包括像张元 隐强 运昌 另外跟他有关系的话 比如说大家比较耳熟能知的 就是1605的一个华星 他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镀星的 所谓的一个所谓不锈钢厂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或许这些不锈钢能顺势调整价格来讲 表示这个产业理论上今年还是属于一个 这个供不应求 所以说钢铁业今年来讲的话 应该也不会表现太差 所以我们也在寻找 是不是有一些产业真的能够在今年 摆脱腿式脱胎换骨 像是记忆体 记忆体的确我们看到了 最近法人有开始一些加码的动作 那现在又传出来说这个威腾还有凯霞都说了 他们日本雷尔克厂的产品材料遭到污染 所以会影响到供给 那影响到供给的情况之下 对于台湾的相关厂商来讲 是不是就有实质的社会呢 好的 当然来讲的话 威腾跟凯霞它主要是一个 Netwish的一个晶片的供应商 他们目前其实市场上就蛮缺晶片 其实原本就蛮缺晶片 那他们来讲的话 一个是全球第四大一个是全球第二大 当然这会影响到一个晶片的供给 所以说 他的一个中下游的厂商呢 可能就会受到一点影响 所以说群联来讲的话 他马上发出声明说 可能停止报价了 他的下游的一个产品来讲的话 可能就会要开始做个涨价的动作 因为他是怕说 原本的晶片可能拿不到会被涨价 所以他先对下游客户先 做一个涨价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倒是认为说 这对于群联的一个厂商来讲的话 其实对我们台场是有点受惠 例如说你说像一些群联 像微钢雨瞻等等 这些厂商都有机会来做受惠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礼拜消息一传出来 群联股价 群联股价是 马上喷出了脸三红 有没有 原本一出来就开始 股价就开始往上走 原本股价还算是在一个震荡整理的阶段 那消息一传出来的话 他股价就开始往上去做了拉坦 这就是对于他后面的预期 因为基本上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之下 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 他的产品的报价 就有机会指稳 原本Netflix的报价还在下跌 但是这样一个缺口之下 造成这个报价呢 可能变成指稳 甚至会变成止跌 去做反弹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对于报价是有利 那报价有利的话 对于公司的营收 公司的获利来讲呢 就有利可图 所以我倒是认为说 这对于台厂一些记忆体的厂商来讲的话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纵观这个金虎年开红盘 一个礼拜以来这些多空讯息的杂成 那台北股市的走势呢 是越走路越有风 已经站回了所有的均线之上 那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就要站观全局 到底下个礼拜的台股盘市会是如何 这一次万八到底有没有办法成功站稳